然后又到后来就是生孩子 就照顾孩子这方面 我婆婆她说要捏鼻子 揪耳朵 我说没有客气一句 我不想弄 我婆婆一说啥 她就特别麻烦 她就特别像我婆婆 这听起来反正就婆媳关系不好 我婆婆就是有些方面 就跟我不一样 关联不一样 你要挨着她来做 我就不愿意 她就大声大声地吼咸 就是像我婆婆 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 吵起来 我也来去 我说你拿回东北去 这样她又更生气了 你等于你跟婆婆 在育儿方面发生了冲突 所以你跟先生说 不让婆婆 再跟你们一起生活了嘛 是不是 不是 都是一句气话 不是那个意思 当时有谁 有婆婆和先生 还是只有先生 都在 后来婆婆走没走 她当时说 你得你妈滚回东北去 因为我母亲是在隔壁 像一个屋里 听得一清二楚 过后我母亲到饭店里 跟我说了 说是我好几千里地 到这边来 我吃梦她月子 吃梦半天还没吃梦出来 还吃梦一层不是出来 后来你老母亲回去没有 是我把她留下来了 我没让她走 等于老母亲没走对吧 是我把她留下来了 我没让她走 你母亲留下之后 跟你妻子之间的关系 改善了吗 还是越来越僵 没有改善 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吗 没有 为什么不在一起生活了 因为我母亲在老家 家里还有一大家人 我们在她贵州那边 所以等于妈妈 伺候完月子之后 就回了东北了 是这意思吧 是 等婆婆走了之后 你们夫妻两个人 我相信经济压力也很大 生活的压力也很大 对不对 对 还要进行一家店 对 你这个先生 有没有帮你带孩子 没有 那个 他就看店 有没有帮你做家务 就是看店嘛 家务就是基本上他做 但是孩子就全部是我看 就这样 等于说你们自然的一个分工 就是您看孩子 对 丈夫看店和做家务 对 对吗 对 双方的孩子之间有来往吗 就是你们跟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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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各自在各自的老家 那彼此 像你们挣了钱之后 这份钱到底怎么用呢 除了你们小家庭 还需要给各自的孩子钱吗 就是说他那个丈夫 是意外之后去世死亡的 因为有一部分 死亡偏向金和抚养费 因为我这边是离异的 因为我有一个资举 就是说我家孩子的话 就是说 要是说交学费了 他就是相当不高兴 相当不利 说我家孩子花多少多少钱 说我给我家孩子交学费了 因为我作为一个父亲 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就是说因为这个 我们也吵架 他今天给孩子说 要200块电话钱 我照常给 明天孩子要钱买手机 要1000块买手机 我也给了 转过来 我母亲给我打电话 她说 我就是这样 就这么说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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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